各位好,我是牛哥 現在還是在亞美年首都愛立溫向大家介紹 現在是正午時分 我剛剛吃完午餐 又到廣場來曬太陽了 突然聽到後面狗狗在叫 我一看有人在拍婚紗 這部老夜車蠻有飯的 其實我想起來了 在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 他們還保留了很多像這樣古典式的老夜車 包括好多建築、風土、人情還是比較傳統的 不像其他國家都已經現代化了 各個大城市都雷同 沒有什麼特色 像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 不但首都而且其他城市還是夠有夠的風貌 所以我只想國內如果誰想來找老婆 不單單是找老婆 找老婆可以來這裡 這個老婆這裡的美女漂亮賢慧又溫柔 而且很平衡近人 這個是題外話了 大家可以看我其他的視頻介紹 今天就說拍寫真、拍視頻吧 你看這個美女 傾傾於禮 她們在老夜車前面拍婚紗 只可惜今天的噴水池沒有水了 因為已經進入到冬天了 正是美女睡哥 美中不足今天的太陽並不是很好 而且這時候不是最理想的拍攝時間 應該在黃金時間 早上九十點鐘、下午三五點鐘 那時太陽就是更加漂亮、更加暖色 拍出來的層次、立體感更強 把陽光打在人臉上 那種感覺真的特美 那個女的還是身材很好 結果走過幾條狗狗 她們在正常 很可笑 狗狗看到陌生的車、陌生的狗 她就要叫 她就要保衛自己的領土 防止被其他狗狗來侵害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亞美尼亞的美女帥哥 身材怎麼樣 現在站在上面 那個美女就身材更加明顯 她比那個男朋友還要高半個頭 更生意識比 更是高了將近一個頭 像生意識